蒜香法棍 睡觉之前分享你们一个法棍的吃法 无盐环油给它加上蒜末 一把欧芹碎 少许海盐 疯狂搅拌 涂抹的时候用量不要手软 带上一碗芝士 烤箱200度8分钟 没有法棍可以用吐司 欧芹可以用葱代替 日本女高中生最喜欢吃的布丁 糖水煮到湖泊色 加一勺水 倒入模具薄薄一层就好了 然后我们把牛奶和淡奶油2比1 煮沸一下 两个全蛋加糖 关键点就是要慢慢加入淡奶液 模具给它盖一层锡锅纸 烤盘倒入热水也是关键 烤和蒸都可以 冷却后拿刀刮一些 反扣摇晃脱模 之前在一家黑珍珠推荐的餐厅里 吃过一道800块钱的水煮肉片 名字叫做水煮和牛 今天在家复刻一下 找一块M6以上级别的和牛 切成2毫米的薄片 盐 清酒 蛋清 加上足够的水淀粉 充分抓匀后静置 干辣椒 去籽 我们现在炸一个刀口辣椒 油非常重要 今天用的这款是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能非常好的激发花椒和辣椒的香味 油温90度先把辣椒和花椒炸碎 捞出以后就可以把它切成刀口辣椒了 刚刚菜籽油咬出两勺备用 仍然小火放一勺豆板酱 慢慢的把它炒香 放入姜和蒜 放一些蔬菜 炒香后差不多倒入一大碗水 少许盐料酒浆油调味 蔬菜就可以捞出备用了 然后我们来煮肉片 火一定不能大 一片片的下下去 等汤稍微有点冒泡了 拿筷子把它拨动 很快就可以出锅 最后就是双盘 放上刀口辣椒 葱和蒜泥 最后用加热锅的菜籽油 淋出和牛的香辣灵魂 真的非常好吃 做辣菜还是外婆香 做抖音筷大半年的时间 我就是想把食谱做得简单时髦一点 尝试了各种排版和拍摄方式 尽力做到食谱更加的严谨 画面更好看 没想到能收获这么多粉丝 以及认识这么多博主朋友 还通过了带货 认识了很多甲方爸爸 我不知道你们都是从哪个视频 开始关注我的 非常开心有你们的支持 也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加的简单时髦 假如你把一杯冰块倒入宝杯 加一勺咖啡粉 四分之一杯水 一勺金砂糖 二分之一勺肉桂粉 整整摇上77下 你就会得到一杯冰爽可口 肉桂香气奶香浓郁 排带泡沫的叶阿勒脏美食 又是惬意的一天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 做一份超大份的牛肉寿司锅 惠鸡 味淋清酒煮开 把酒精蒸发掉 酱油和烤锅的大葱段 加入砂糖煮开过筛 也可以买现成的哦 今天的主角是肉界的蒜肉系列 里面包含了我 阿内克 洛伊和日式料理的联名款蒜肉 选一个大的铸铁锅 底部呢 铺上蔬菜 老豆腐和魔鱼结 改锅花刀的香菇呢 也是颜值担当 把我们四个人的联名款的蒜肉 堆在一起 大陆刚刚调好的糖汁 中火加热 然后用汤淋肉就可以直接吃了 打两个五菌蛋 蘸起来吃会更嫩 当然也可以配火锅的佐料 谢谢大家